1980年代中期,台南的鳥有在旗鼓发现一百多只黑面皮鹿的踪迹。 在那个年代,黑面皮鹿的种数相当稀少,是濒临魅绝的鸟类。 对黑面皮鹿来说,好的湿地不分大小,一个的不能少。 对黑面皮鹿来说。 世界上很多冰围的物种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气地的丧失,气地的恶化。 那些威蝦,没有太多人去选择,去我们跌穿,去拍手。 生态保育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超级马拉松。 即使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,不分国度的黑皮朋友们仍然必须在各种条件限制下守护,并改善现有的气地资源。 将近三十年来,关于黑面皮鹿的宝玉,背后当然还有更多的角色,各自用他们的语调和岁月痕迹,述说一段又一段的故事。 起初的想法,我要去黑面皮鹿的应该很轻松。 结果一段来聊,我才知道,好,好,大事这么多。